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台湾人常常很自豪 我们有便利商店 可以替我们做任何事情 That's true 然后我们就觉得 We pride ourselves on having such convenience 然后就觉得台湾是世界上最好的 最棒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没有错 但是纽约其实也有 只是它不是便利商店 或者就是不很精准 不是很精准的便利商店 它卖的东西可能比我们还 或多或少总是不一样 不要说多还少 就是或多或少不同 而且它不叫convenient store 它叫什么东西呢 它叫做bodega 所以这篇文章说的就是 What is a bodega And why do New Yorkers love them 为什么纽约客 纽约的人 这么爱bodega这个东西 那么理解一下 他们这个bodega能做些什么 要多少程度上跟我们台湾的 我一直讲7-11 不对就是便利商店 跟我们的便利商店有没有一样 因为我们除了7-11还有全家 还有highlife 什么这些的 Anyway 所以 然后我们顺便会看一下 陈耀叫做什么东西 所以纽约人最爱的bodega是什么 它就完全不输台湾的便利商店 来我们往下看 所以它这边有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大概就这个样子 就一个柜台 然后后面摆一堆东西 好像跟我们的便利商店 也没差到哪里去 来我们看一下文字说的 所以我们可能一句话来看 所以bodega可能就是纽约的 总之是纽约的现象 而这些小小的grocery store 所以它把它称为杂货店 跟我们的便利店好像没什么差 都可以叫grocery store 我想我们的便利商店 是convenience store跟grocery store 差在哪里 grocery store大概可以 比较好被理解为 你去那边买一些 柴米有缘酱醋茶 而convenience store 可能再更多一点 总之它会offer convenience 给了无数的这些邻居们 或者应该就是住在区 neighborhoods and they share similarities that go beyond cereal offerings 而他们有 他们共享了一些共通点 跟那个共通点 还超越的就是给你一餐饭或之类的 serial这个词你在懂 就早餐吃的那玩意 serial offering 就给你吃饭的概念 so for all the non-New Yorkers and locals who still don't quite understand here we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bodega once and for all 所以对于你要是不了解的话 他现在就回答一下 什么是Bodega once and for all 就是我们一次把你讲清楚说明白 好往下看 到底是什么呢 so a bodega is a small convenience store 所以它也是便利商店 that sells stables like chips candy coffee sodas lottery tickets and over the counter remedies 所以这边它卖什么 这个stable就是很多的 我们人生中必须要的东西 像这个是我们讲解过不止一次 像例如说我们的日常中 米饭是我们的主食 so rice is a stable in our diet 所以stable应该没问题 所以这个stable就包括 他们厂商要吃饼干啦 candy啦 coffee啦 soda就是可乐类的东西啊 碳酸饮料 连lottery tickets都有卖 所以我们的便利商店 还没有卖lottery tickets呢 所以lottery tickets就是乐透彩券 所以他们卖乐透彩券 以及卖什么 它可以卖一些药 over the counter remedies ok remedy这个字就可以把理解为 就是药 它可以是medicine ok remedy 它就是解决东西的方式 解决方案 remedy 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 我们就中医喝的那些草药啊 或之类的 你可以讲的herbal remedy ok 喝一个福茂热饮 that's a 福茂算是草药类的吗 不算不行 进度念慈安的那个穿背皮 把它搞好了 that would be a herbal remedy 或者herbal remedy herbal herbal h这个要不要发随便你 ok 好 所以这样理解了 over the counter刚刚说的 就是零柜的 它总是有一个counter 买一个柜台 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over这个counter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需要医师的处方 所以医师的处方叫做prescription 所以prescription drug 就是医师的处方药 加个drug的话 ok 这个prescription还可以超越医师处方的概念 什么意思 我们再换一个概念 就是你去配眼镜 那他帮你量度数 那你的度数 像我左眼800多 右眼可能也是800多 但是没有左眼深 然后我就去拿这个东西配眼镜 所以他就会问你 诶 请问先生你眼睛的prescription是多少 然后我讲我的度数给他听 所以这事实上也是prescription 然后这个就不是药 好 这样这样听懂了 所以 然后也讲了remedy 还没讲完 再往下看 ok along with household items like laundry detergent and trash bags 所以还有一些家庭会用的东西 好比说这个洗衣精 洗洁精 洗衣精 laundry detergent detergent这个字就是 可以把东西洗干净的东西 可以把东西洗干净的东西 anyway 以及垃圾袋 trash bags 那有些还有daily counter 什么是daily 这个字念作daily 不是daily daily daily 那它的完整的字 其实是叫做delicatacin 我乱评 它正好有评队了 delicatacin 它什么意思 熟食 我这样讲应该你就懂了 加勒服用熟食部 有没有 已经煮好的 帮你都已经包好了 就可以直接拿回家 然后热一下就可以吃了 不热大概也可以吃 所以就 我们就叫它daily okdaily 缩写的话 所以它可能也卖一些熟食 蛮屌的 有些会卖啤酒 some sell beer and some have neither 而有些两个都没有 but what defines them goes beyond any one product 但你怎么定义 Bodega 事实上是超越了任何的产品 所以产品 卖的产品 绝对不是它的重点 这边再说的就是 所以接下来说 most are open 24x7 所以大部分 它开的时间就是 跟台湾的便利商店一样 20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ensuring that you will always have access to rame and detergent in even the direst situation 所以 它就能够确保 你总之能够买到拉面 这个rame 就是我们讲泡面 其实是 所以他们比较少讲instant noodles 他们直接讲rame detergent 就刚刚讲洗洁精 在任何最迫切的情况 最糟糕的情况 这个dire的这个字 就是比较糟糕的迫切的这样子 好 所以 所以举例来说就是 如果你半夜要洗衣服 而且同时又很饿的话 又很饿的话 你就可以买rame 也可以买detergent so if you're doing laundry while hungr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最好是啦 so they're also ubiquitous 所以ubiquitous 值得认识一下 到处都是的意思 ubiquitous 所以四处都可见 ubiquitous 所以他with more than 8000 bodegas spread across New York's five boroughs 所以总共有8000家 所以他就扩散在纽约的五个行政区 大概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borough 这个词 就是他们所谓的这种行政区的概念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district 所以纽约总共有五个不同的 so it's like a smaller city with our massive metropolis 所以在美国这个大都会里面的一个小 小的各个不同的城市 那五个包括些什么呢 我们就把这五个念出来 就包括有bronx这个区 brooklyn manhattan queens and staten island 所以总共五个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ok 那数字并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 因为总之 他们的那个卫福部卫生部只有承认7000多间 可是总之这个数字应该是更高了这样子 alright 所以这应该没问题 我们再看下来还有什么可以说 那这个bodega还有很多人会养猫 所以里面有猫跑来跑去 所以那蛮好的 so as all new york locals know nyc new york city locals know many bodegas also have cats 所以羊猫跑来跑去 although some shoppers don't appreciate their presence bodega cats actually serve a larger good 好虽然说有些不喜欢猫的人看到猫可能不太开心 可是这些bodega的猫啊 它事实上有服务 它提供一个更好的 一个更高的一个功能 so it serve a larger good 什么意思呢 捕老鼠嘛 因为你知道纽约那个大都市 到处都是老鼠 so exterminating rodents 这个rodent就是孽子类的动物 而比较起来你宁愿不要老鼠 你宁愿要猫 so whose presence trust us is less favorable than even the grouchiest feline 所以即便是最脾气不好的猫 那它的存在也比老鼠还要好 所以这边再看一次这边说的 so it serve a larger good which is exterminating rodents whose presence trust us is less favorable than even the grouchiest feline ok 所以grouch 这个字就是令人讨厌的东西 简单的说 ok grouch 这个是很酷 grouch 我记得在芝麻街有过一个 就大家一起欺负一个小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芝麻街小时候看的时候 它里面有小朋友是会被所有人一起霸凌的 ok 所以现在政治性不正确 应该没有小朋友在里面霸凌小朋友了 所以grouch how anyway 站我一下看 能不能帮你送东西 can I send packages to my local bodega right Perhaps the strangest concept for visitors to understand is that bodegas are neighborhood landmarks 好 所以他认为这是最让外来人不能理解的 就Bodega事实上是一个路 一个那个地标 差点讲路标 地标 事实上跟台湾也差不多 你走到一个什么什么路 oh seven旁边 这样子 right so locals often know the owners and workers and can sometimes count on these stores to accept packages and hold on to keys for visitors in lieu of a doorman 所以你看这个比我们台湾更屌 所以local的人多半就认识里面的老板 跟里面工作的人 所以有时候 you can count on these people 你就可以信靠他 count on me count on 这些人 count on somebody ok 所以你可以count on这些人 这些店 来干嘛呢 来帮你收包裹 to accept packages 所以就像你的大陆管理员一样 他可以帮你收包裹 accept packages 还可以帮你hold on to keys 所以我朋友下午要来 你帮我key拿着 朋友来跟你拿key好不好 他会说ok so they can hold on to keys for visitors so in lieu of 就是取代掉 取代掉一个doorman 所以你就不用管理室了这样子 ok 那再强调 他们20小时开 so they're open24x7 therefore very reliable so many of these store owners are more than happy to help 所以他们都非常高兴愿意帮你忙 为什么 你会去那买东西吗 so it's common practice to pay a small thank you fee for any not strictly bodega related activity 所以这是一个很常见的practice 就是你可以给他点小费的概念 to pay a small thank you fee 要是你要做一些 严格来说 不是 bodega相关的一些行为的时候 像刚刚讲的 帮你hold住钥匙 帮你收包裹这样子 好 那还有一些其他该知道 many of them usually have a credit card minimum so make sure to bring cash or you'll find yourself doubling up on ice cream and cookie dough 好 所以什么叫credit card minimum 就是你在那边想要用信用卡刷的话 他会有一个最低限额 所以你不能说买个1块钱的巧克力 然后用credit card刷 他大概不愿意接受 你至少要买20块的东西 20块美金的东西 他才让你刷卡 所以叫做credit card minimum 我本来还误解 credit card minimum 听起来也很像是 你每个月要缴的最低交款额 但是事实上同样一个概念 是同样一个概念 minimum payment 大概可以这样说 所以在那边说 你确保要带现金比较好 cash transaction 对他们而言比较好 否则你可能就会说 我想要买个5块钱的东西 对不起 太低不能刷 最少要R$15 好吧 那就凑凑不凑 所以你可能只买一桶冰淇淋 到时候又变成两桶 所以他这边就说 Or you'll find yourself doubling up on ice cream and cookie dough double up 所以所謂的double up就是 往上加下去 我们这边多讲一个片语 就是double down double down这个片语也很常见 所谓double down的意思跟double up差很多 double down的意思是你给它堵下去了 所以事实上好像是一个 21点的术语的样子 但无所谓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解释 so if you 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in an even more determined way than before 所以你本来就已经堵气要做一件事情了 然后你现在更堵下去这样子 double down OK 好希望大家这样子有懂的 再来 最后再看一个词就好了 其实讲到这里 你大概已经差不多有概念了 但我们把这边念完没关系 Also you can assume that most of these shops stock beer as some simply sell soft drinks and juices 所以你不能堵这家店 这种店会卖啤酒 所以你想要买酒的话 不要一定要想去某一家Bodega可以买得到 那很索性的是 下一家可能就会有 so lucky there's usually another Bodega right down the block with everything else you're searching for 所以他们可能就 就会确保他不会互相竞争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OK 好我们最后讲一个就是这个mom and pop 就这边 future of Bodega 所以这种店有没有未来 那因为你知道 纽约曾经lock down了蛮长一段时间的 封城一段时间 所以很多店关掉了 so although Bodegas are in New York City stable that doesn't mean they are thriving 所以虽然说纽约很多的Bodega 但也不表示他们正在thrive thrive就是蓬勃发展 多看一下这个字 it doesn't mean they are thriving thrive OK in fact the opposite is unfortunately true 所以反而是相反的 所以因为COVID-19的关系 a slew of Bodegas and other small businesses have gone under have closed 所以go under or have gone under 也就是收摊导电 OK go under have gone under have closed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 before the pandemic many local stores have been forced to close due to rising rents and chain store competition 所以这也是事实 所以租金的飙涨 以及很多连锁店的竞争 所以说不定是不是他们那边 有一些7-11开起来不晓得 而且还有两个王八蛋 曾经有两个这个前google的这些员工 开始了一个startup app 就是一个新创公司的app 他们就叫它Bodega 那他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你就可以手机点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卖一些便利商店的商品 从什么东西 automated boxes 所以他就用那种 所谓automated boxes 我也不是很懂这个概念 我猜他反正就是用送货的方式吧 所以就直接送了你下去 所以他就逼着很多Bodega 就可能就得收摊了 因为很贱啊 对不对 他等于在跟他抢生意 事实上就很像 我们台湾的虾皮一样 点点点点点 然后还有虾皮的 现在连虾皮的那种店都开了 对不对 所以就有人想出一个app 然后就有影响到 这边的Bodega的生意 好 所以很多人就 很生气的回应这件事情 So many people reacted angrily Criticizing the team for appropriating the Bodega name 所以appropriate这个字 不叫做适当 我们讲过这个东西叫文化妥窃 所以那个叫做cultural appropriation 那把cultural拿掉 appropriate就是妥窃 所以他们把他们的app叫做Bodega 等于就把这个名字偷去用了 OK 所以这边说了 Criticizing the team for appropriating the Bodega name and trying to put these mom and pop shops out of business 所以试着把这些 逼着他们关店 所以这种 这种街房间的小店 我们就常叫它 Mom and Pop Shops 所以Mom and Pop这个形容词 还蛮酷的 所以我打出来一下 Mom and Pop Shops 所以put them out of business 结果他们后来改名字了 所以那也不错 除了改名字之外 隔了一年 这个brand went under 我们刚才跟我go under 所以这个品牌后来就倒掉了 他先把它改成stockwell 2019年 2020年就倒了 so that's good 所以就没有威胁到Bodega了 so that's good 所以after all 毕竟locals love these shops they are crucial a crucial part of the New York neighborhood landscape 所以他们是纽约的街坊间的地貌的一部分 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也觉得是 我觉得这种人情味很高的地方 竟然能在纽约这种冷酷的都市发生 我觉得这真的还蛮酷的 OK 所以虽然说有这些经营上的困难 so despite the hardship in competition facing them they are not going anywhere anytime soon so they are not going anywhere 就他们哪里都不会去 他们还会留在纽约的 so that's good 好 所以今天这篇 希望你了解一下 纽约的Bodega是什么 跟我们台湾的便利商店 事实上 还蛮像的 只是我觉得它 似乎比我们台湾人的便利商店 还更有人情味一点 不过我事实上 真的不能这么说 因为我曾经在补习班 有过一次 我需要关门 我需要 因为我借补习班 跟我的学生们玩左右 那补习班其他人都没来 所以我真的只是借地方 借完之后 我需要把钥匙还给 那个补习班班主任 可是又因为班主任家蛮远的 我甚至不知道在哪里 说真的 所以我还真的拜托了 楼下的便利商店的老板说 拜托帮我hold住这个key 那明天这个补习班的班主任 每天都在那买东西 他会来拿 然后他们也OK了 所以我们的便利商店 也是能做这种事 只是看你要不要 去跟他弄得那么瘦而已 就是了 好了 这个最后这一点 有点瞎扯了 那我是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